警方通报网红殴打孕妇至先兆早产事件,网红母亲被刑拘,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,施某华姆因涉嫌阻碍执行职务已被依法行政拘留,陈某依萨尔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已基本查清,因目前杨某正在医院治疗,伤情程度上需医院进一步诊断确定,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, 有关规定,公安机关将对杨某伤情进行鉴定后,依法对案件做出处理,相关进展将及时向社会公布,王司聪也曾发文怒对殴打孕妇的网红沙尔,称美丽的皮囊碰到丑陋的心灵会变得一文不值,看到他妈那泼妇样我就懂了,从小就没人好好叫他做人。